好,来看彰化这位车行老板真的很厉害 他透过彩绘的方式 将这个废弃的圆形大水塔 化成一个蛋黄酥的样子 直接放大三千倍 整体看起来也真的是很像 原来这名车行老板 他本身就会做蛋黄酥 那么这一次突发奇想 改造废弃水塔化成蛋黄酥 这个大蛋黄酥可以摸 可以拍照 可以抱抱 可以亲亲 可是不可以吃了 老板说他之前是用瑜伽球 来做成蛋黄酥的模型 比较小刻一点 但之后他想继续改造 那么选择用废弃的水塔 来进行化作 那么完成之后 会把这个超级大的蛋黄酥 放置在店内摆设 让民众拍照打卡 也当成装置一束